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羽华开门见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兄姊妹 你们都懂得我们要俗的故事 还有我们的来由 这些故事就是从我们的祖先传下来 唯要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 团结在一起 我们的民族 从我们祖先的土地上 出来去到山里面 然后呢 从各个地方 一些暴落 和分散到了其他的国家 我们关于创造和洪水的故事 从圣经里面的故事 是非常相似 圣经是很久以前 写的一本书卷的会集 这本书卷呢 就是向我们在世上的人解释 如何和这位 创造我们的神 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万有是借着他做的 他创造了宇宙的万物 高山河流 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动物 海里的鱼 花草树木 神呢 就按照他的形象 创造了人 并且把生命的气息 吹到人的内面 他做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神就供应他们 祝福他们 并且呢 与他们河目的同住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要顺服神 并且要照顾神所创造的世界 在这个时候 有棵树 神呢 就是禁止那些男人和女人 去吃那棵树上的果 但是呢 蛇 是非常狡猾的动物 他就想要握男人和女人 违背 背叛神的命令 当他们犯罪 神就惩罚他们 并且呢 要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去 因为 神是圣洁的 从六日开始 人家开始经历 慈望 并且要失去与神之间的 美好的关系 很多很多年过去 很多世代的人 来到这个世上 世界又变得更加的邪恶 并且不公平 正因为是这样 神呢 就用洪水 毁灭这个世界 所有动物的物种 其实分别地 让这个家庭 去带每只物种的动物 一公一母 所以神要拯救 洪水过后 人又继续地在地上去繁殖 增多 并且呢 要分散到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 人 懂得他们所做的事情 不蒙神的喜悦 所以他们要消香 献祭 但是他们又专守道德的交道 为着想用自己显为公义 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没有用 他们仍然与神隔离 但是神爱世人 血赐给人阳光河与水 使他们的农作物生长 神应许说 将来有一日 祂会猜牌一个人来打开 恢复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的道路 神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的中间 祂的名字就是耶稣 耶稣 祂教导人学神的道 祂又医治病人 并且呢 靠着神的大能去赶鬼 耶稣完全地信服神 并且从来都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尽管如此 邪恶的人都是非常地恨祂 要把祂钉在十字架上 来惩罚祂 决成了神 赏免人类罪孽的赎罪祭 耶稣死了三日以后 神大有能力 使祂从死里面复活 耶稣的门徒 都将耶稣所做的事情 和古时候的书卷都记录下来 就回集成了圣经 如果我们要俗人 都听从耶稣的教导 悔改并且相信祂 我们就能得到 与神永远在一起的祝福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献祭 因为耶稣变成了我们 伟大的赎罪祭 神要我们通过去分享 各个美好的消息 来祝福所有的家庭 并且教导所有的人去学祂的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